然后关于这个接球盘的角度 可以这样水平地调整 可以这样水平地去调整它 那么有时候你想打斜线 你不一定说要把这个小球桌和接球盘 放在一条直线上 你可以让它稍微地这样倾斜一下 有个这样的斜角的角度跟它 让它有一定的角度 因为我们正常打球的话是打斜线为主 可以让它有一定的倾斜角度 可以这样去站位 这样站位就更加接近于 你打球的时候去打斜线 所以可以这样调整接球盘和这个小球桌的角度 可以随调整的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开球方法的第一种 自抛自打 第二种你就可以直接把球开过去 这是对于水平稍微高一点的球友 可以直接地把球开过去 这个就对于你的手上开球的这种感觉要好一点 像打我们那个乒乓球的反弹板 如果说你是要练拉球的话 比方你发力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球开到对面的这个球台上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练对打训练器的时候 如果说你练到一定程度了 也是可以结合反弹板来训练的 因为反弹板你可以更好地去进行的主动发力 来练上拳球技术 那我们对打训练器呢 主要还是练基本功 练这些功球 拨球技术 可以先慢一点 是吧 不要花很大力 先慢一点 不要花很大力 把这个球的弱点控制好 弱点控制好 这个角度还是有点回弹的太高了 那么可以把这个调一下 像这种如果太垂直了 回弹的弧线比较高的情况下 可以把它往前多压一点 如果你水平够高的情况下 可以往前多压一点 压到七十多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回弹弧线会更加接近于人对打的这种弧线 这个弧线就比较接近于和人对打的弧线了 回来的弧线也不高 非常的便于你动作上面的定型 你可能和教练这么去练的话 就是一般的陪练或者业余球友 他还不一定把球给你回得这么稳定 他可能有时候落点很偏 是吧 弧线高了低了 你动作反而容易变形 像对打训练器的话 只要你的力量控制的比较好 回来的弧点 包括这个弧线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非常便于我们练基本功 你看他这个弹跳就很接近于人打过来的 他会有一个停顿 是吧 别人打球也是一样 你打过去别人打过来 你需要有个停顿和转换的过程 而不是说完全一个速度 所以要收完停顿一下 收停顿一下 收 他非常接近于和人打的这种感觉 我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下转手 就会是一样的 我们下转了